口罩的挑选的话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了有这种 这个 我们看到了疑似性的应用外科口罩 还有我们也知道 有这个N95口罩 这个其实当这个区别上呢 最主要是什么呢 是在它的气密性上 棉纱口罩的话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 保暖作用更大一些 但是外科口罩的话呢 它是可以预防飞沫传播 N95口罩除了预防飞沫传播 它可以预防空气传播 在大街上走着 这个你肯定是没有必要戴口罩 但是如果去具体的场所 那我们在常态情况下 是可以戴一次性外科口罩的 但是如果不得不接触 就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病人的时候 我们呢就是 你及时更换这个N95口罩 口罩口罩 其实应该叫口鼻罩 就是王主任一直提到 你一定要不但是要捂住口 你还要捂住鼻 就是而且要保证气密性 还要做气密性这种检测 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 尤其我们的女士们 你在头发比较长的情况下 你要保证你的位置 尤其你在呼吸的时候 你会明显感觉到 它这种凹陷 就是你这样一凹陷 它就会保证它的气密性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在这里的意图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